這是一個比較輕鬆或型格的造型 當然剛才的黑色也可以配襯直腳牛仔褲 我這條牛仔褲也有一個深灰黑色 也可以這樣配襯 鞋也可以配襯黑色 做一個利落型格的線條 我現在這個配襯了一個隨意的效果 如果你想配襯LADY一點 也可以配襯剛才的花褲 也可以配襯這個花褲 LADY一點 這樣都可以配襯 因為這個色配襯起來也很漂亮 只不過我剛才覺得襯黑色有一個新鮮的感覺 這個也是我自己很想配襯的 考慮的Style 另外想鬆長腿腿的話 當然要襯短褲 如果想型格一點 這個也是一個隨意型格一點的單品配襯 看看剛才脫口這樣說 都說了三款的造型 這個款式的確是很鬆融的 因為它很闊 你會看到其實手就不僅闊 還有一點點拔拔的 放進去的感覺 這裡手就縮起了 令到拔拔的效果 線條會再突出一點 加上它是一種很軟的質感 你真的看到都已經覺得很柔軟 你看到毛毛是相當密集的 你會看到它的模型是深型的 深型的圖案 它是有一個底部 所以不是完全通花 通洞的狀態 一個V領的圖案 它的三身質地也是很軟的 可以結合一下看看 它這個也是有一點點通洞的 不過這個真的很小 你看到我也要這樣斜 很小的尺寸 所以就不會覺得很 不會擔心走光 這個它有一點腳位 你看到也是很鬆的 它不算是很拋身的 也一點也不固的 如果你喜歡可以 放在褲頭上或者反上去 如果不放在褲頭上 反上去也沒問題的 下身配襯的風格也不侷限 這個也是一個 比較沒有負擔 或者沒有框架的款式 我自己覺得 配襯剛剛真的比較LADY的花裙 你看到這兩種比較輕巧 或者超少少的配搭 都可以駕馭 這個的確是挺舒服的造型 大家可以參考 好不好